印度在2021年上半年 因为疫情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从疫苗出口到疫情再次在印度爆发 再到印度政府的消极抗疫 时至今日 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 印度疫情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然而在疫情得到控制后 印度政府又开始试图在中印关系上做动作 近日在中印边境 印度政府打着换房的理由增比5万 试图向中国政府炫耀无力 以此来挽回之前 因蓄意入侵失败而丢掉的面子 不过对于印度的动作 中国方面并未做出特别反应 而印度在增兵的同时 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之访问 在这次访问中 印度外长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交谈中称 在过去40年里 中印关系一直很稳定 中国成为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但是在过去一年来却有很大改变 因为中国没有遵守我们签署的边境协议 实际上还发生一起伤亡的边境事件 基础受到了干扰 关系也受到了干扰 对于印度外长肆意歪曲事实的说法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 而是质问印度在所谓的印太战略上 与俄罗斯存在太多分歧 事实上 对于中印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最清楚 因为俄罗斯一直分别与两国保持着友好关系 本期视频就来讲一讲 俄罗斯为何进行不寻常的表态 喜欢视频的朋友 一定要点赞 关注 支持一下呀 经常有人问如果中国和印度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 那么俄罗斯支持谁 实际上这个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 并不存在选择困难 俄罗斯与印度保持友好关系 和俄罗斯与中国保持关系 这并不矛盾 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可以起源到苏联时期 当时美国在南亚选择了巴基斯坦来作为战略伙伴 而苏联选择了印度 虽然苏联和印度是两个不同的制度国家 但在政治战略上目标一致 到了20世纪70年代 随着印巴战争和中印战争的开始 两国关系达到顶峰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续保持与印度的关系 因为双方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 反而是叶利钦时期 两国处于遏制中国的需要 关系更加接近 普京上台后 俄罗斯逐渐对西方失望 开始发展与中国的亲密关系 然而对于印度 普京也没有过于冷落 因为俄罗斯是印度的最大军事武器装备进口国 虽然印度在高科技芯片的某些方面 位于世界顶端 但在武器制造方面 却位于世界末端 印度军队所需的武器装备 基本全靠进口 而西方国家出于限制印度军事能力的需要 很少会将导弹等高端武器卖给印度 所以想要打造军事强国的印度 只能从俄罗斯这里购买高端武器 另一方面 印度早在与苏联交好时期 就开始进行军事贸易了 在苏联解体后 印度的陆军和海军 尤其后者基本被打上了苏式装备的烙印 冷战结束后 印度曾想要从多个国家购买军火 结果俄罗斯从中胜出 除了俄罗斯能提供一脉相承的苏式装备 还能提供贴心的保养服务 此后 俄罗斯便成为了印度最大的军事进口国之一 两国除了在军事武器上冒以外 还经常进行联合军演 联合反恐 甚至在核武器领域也有过合作 由此看来 在军事领域方面 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比中俄关系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在最近的俄罗斯公布的新版的国家战略中 将俄印关系看作特殊伙伴关系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 自普京上台后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苏联时期 中苏因为理念不同 导致关系恶化 两国一度在边境成兵百万 普京上台后 俄罗斯致力于恢复发展经济 然而西方国家屡次拒绝 与俄罗斯进行经济合作 甚至在战略上不断压榨俄罗斯的生存空间 于是普京改变战略 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关系 在经过不断发展后 中俄之间产生的贸易额已经达到千亿 进入2021年后 俄罗斯持续受到西方国家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制裁 中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的攻击 因此两国的关系更加亲密 在新版的国家战略中 俄罗斯称要与中国做永久的兄弟 这句话的提出 让中俄关系达到了新的历史顶峰 从以上可以看出 印俄之间关系的纽带在于军事方面 而中俄之间关系的纽带在于经济方面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 同时保持中俄和俄印之间的关系 并非不可能 在2020年 中印边境再起冲突后 普京并未在两国之间进行选择 而事实上 在中印发生冲突期间 俄罗斯暂停了对印度的军事武器出售 同时 中俄之间的经济贸易并未任何改变 进入2021年后 中印之间的冲突有所缓和 于是俄罗斯开始当起中间人 试图化解中印之间的矛盾 中国用行动做出回应 在印度饱受疫情折磨时 中国以德抱怨主动向印度支援医疗用品 然而遗憾的是 印度并不想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直接拒绝了中国的好意 印度的举动 令俄罗斯试图拉拢印度对抗美国的意图失败 对于中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俄罗斯非常希望两国可以握手言和 这对俄罗斯来说有巨大好处 事实上 俄罗斯也是这样做的 积极充当中间人 化解中印矛盾 2005年 俄罗斯以俄印中三国外长会晤的名义 在海生外举行三边会晤 这是俄罗斯首次组织 三国独立进行对话 之所以会组织三方单独会晤 是因为俄罗斯觉得 在过去的一些国际事务的处理中 三个国家的代表已经进行了多次试探性的会晤 为此次会晤打下了基础 然而此次三国会晤更多的是因为政治原因 会晤过后 因为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 俄罗斯调整国家政策 令三国在某些问题上逐渐出现分歧 此后由于梅德维杰夫上台 俄罗斯开始注重经济发展 两国关系再次趋于冷淡 直到2014年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在此次危机中 克里米亚地区全民公投并入俄罗斯 俄罗斯欣然接受 然而此事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反对 俄罗斯面临这被踢出20国集团 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危险 关键时刻 中国和印度表态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 让俄罗斯松了一口气 此事过后 如何协调三国关系 重新被俄罗斯重视 然而 就在俄罗斯想要组织 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时 印度却倒向了美国 目的执政印度后 开始史无前例地重视起印度 在印度洋的权益 下风此时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 与印度一拍即合 两边政府高层开始频繁走动 目的在三年内五次访问美国 双方很快 就印美海上安全合作 落实到了具体协议上 印度与美国的关系 也开始急剧升温 如果印度仅仅与美国 进行一些海洋合作 尚且不会影响俄罗斯 对于印度的关系 那么印美之间的军事贸易 就触碰了俄罗斯的直接利益 在印度与美国合作后 美国时任国防部长 便对印度进行了访问 顺带着 推销了一些美国武器 美国的一些海上军事武器 深得致力于改善海军现状的 莫迪的认可 于是从2014年开始 印美之间的军事贸易 便有增无减 这令印度最大的军事贸易国家 之一 俄罗斯大为不满 除此之外 随着印美印太战略的展开 印度也从不参与 针对中国行动的状态 变为积极参与遏制中国的态度 这令俄罗斯更为不满 在俄罗斯长久以来的政策中 中俄印的三边关系的发展 影响到了俄罗斯的未来发展 而随着西方国家不断针对俄罗斯 俄罗斯逐渐意识到 西化已经不可能完成 中印俄关系 才是未来俄罗斯 或者说是三国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印度仍然认不清现实 试图跟着美国在所谓的 印太战略中获利 现在更是跟着美国 屡次对中国发起攻击 破坏三国关系 针对印度的转变 俄罗斯仍然试图缓和中印关系 然而印度外长 在对俄罗斯的访问中 将中印矛盾完全归结于中国 令俄罗斯不满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没有正面回答印度外长 转而批评 印度在印太策略上 和俄罗斯的分歧 直指西方鼓动印度 在此之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曾提醒印度 中印要想解决好问题 需要做好一点 不受域外大国的干扰 目前看来 印度还是深受美国 等西方国家的影响 尽管他们在印度疫情四月时 抛弃了印度